第二个 被朋友带坏 在八字里面 我们要知道说 什么情况 怎么呢 会让朋友带坏 各位 你们认为在八字里面 什么样的状况 很容易被朋友带坏 批命本来就很严肃的一件事 对方的生死在你的手里 你妈的还在那 在那边给我乱批 我学生的妈 我不敲死他才有鬼 笔尖受伤 他笔尖克财 官克笔 笔结破财 因笔尖消失 造成日主受克 所以你们一听到 你们第一个直觉都是 笔尖的特质 很抱歉 不是 是他需要笔尖结财 他的用神是笔尖结财 并不是笔尖被克 他就变坏 也不是因为笔尖消失 但是日主受克 他就被朋友带坏 笔尖克财 也有可能 这是一个有可能的现象 第二个 就是他需要笔结 他的用神需要笔结 他就会产生很有可能被朋友带坏 克拉克王你好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 有拿几种组合 他需要笔尖结财的 第一个财破印 第二个应克时 第三个 官克日主 这三种他都需要笔尖来当用神 然而这三种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其实是有共通的特质 财破印 很容易会焦虑 焦虑的一种现象 焦虑症 应克时伤 忧郁症 心情不佳 财破那个日主授克 人生处在低潮的情况 这时候 全部都用笔尖 进来 都可以让他突然的回复正常 好 这时候 你们都知道 这三种情况 他都会处在一种 情绪低潮 好 这时候你需要笔尖 这时候 假如 你的朋友 来了 你会觉得 对啦 这个朋友 会鼓舞我 让我情绪好转 但是 假如这时候 这个朋友 他是坏朋友 那你就被牵着走了 你就被牵着走了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当人 在低潮的时候 是很容易 被朋友牵着走的 因为在这时候 他会让你低潮的情绪 回复 会让我回复 那回复了以后 各位 你就会看到啊 为什么 黑道 他们叫什么 兄弟嘛 为什么叫兄弟 就是笔尖截彩嘛 那为什么他们会走入黑道 很多人都是因为 在学校 可能读书 没有成就 不知道要干嘛 就朋友带着走 才破运 不会读书嘛 不知道要干嘛 那再来 或者是人生情绪低潮 刚好遇到坏朋友 走走走 我带你去哪里 日主受克 很那个 胆小 这时候朋友讲什么 好啊 我们就去啊 所以当你有这三种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 你的朋友圈 你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 好的笔节 当然 带你往好的地方去 但是这时候 假如趁虚而入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种情况都是情绪的低潮 他都会产生 我们常常讲的趁虚而入 这个 天生爱玩 爱玩 所以也容易交到坏朋友 所以当朋友带你去泡夜店 那很简单啊 对不对 你就原本乖乖牌不会去的啊 那你就到最后 你就很大胆就会自己去啊 然后还会觉得泡夜店没有什么啊 你会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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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要了解说 很容易被朋友带坏的三种八字组合 财破硬 硬克食伤 官克日主 所以当你的小孩 长大了 那没救了就算了 可是当你的小孩 假如是这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的八字组合是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特别去注意 他的交友情况 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哦 这一点很重要哦 小朋友嘛 长大了那我已经没有救了嘛 那就算了 那就只有透过重大事件 让他改变他的看法 这个小朋友都还是会跟 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 他会受朋友的影响 那这个朋友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所以你要了解 官克笔尖 那简直欺悟同学是 他不要去影响同学就好 但是这三个 都是需要笔尖的时候 到底这时候进来的笔尖 是好的 是坏的 那你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以为笔尖劫财就一定很好 各位 为什么有些人会变坏人 有些人为什么会变好人 被人家带的嘛 观念嘛 观念的偏差嘛 了不要解 观念的偏差嘛 尤其以这三种组合 又是特别需要笔尖劫财的时候 更容易受朋友的影响 了不要解 这三种更容易受朋友的影响 所以身为父母亲 你们看看你们的孩子 有没有这三种的组合 有的话 你就要特别注意他的交友 最好都是一群的比较乖乖牌的学生 在一起 这样子 这一些朋友给他的观念 因为 在求学的时候 尤其 从四年级 然后一直到 国中这一段时间 大多数 因为青春期 朋友都比较重要 很容易都是受朋友的影响 所以在这时候 他们的交友状况 要特别特别的重视 所以这个就是被朋友带坏的一种的情况 有可能被朋友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 只要是这三种的 就是注意一下他的交友状况就对了 以免到最后 你可能苦口婆心的要劝他回来 但是他因为比较听朋友的话 拉也拉不回来 到时候就完了 到时候就完了 所以各位 你们要去注意一下 你们假如有孩子的 尤其是在青春期的这一些的孩子 要特别注意 有这三种 这三种 要特别注意